我们的是约瑟瓦记吧 对约瑟瓦记我们看这个是第十章 第十章第五节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节 OK好他有五个王对吧 好我们记得有五个王 这个五王联军 OK首先他们这个族民族叫做 Amorize IT Amorize 没有问题吧 Amorize 看到 then the five things of the Amorize 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发音 Amorize 我看不到屏幕呢 你看不到屏幕 我现在不是有分享呢 就没有分享 重新再来一次 OK好重新再来过一次 Sorry 这个 OK现在分享屏幕 以为我刚刚也分享 就有你的人头 OK好 现在应该看 OK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五节 第五节这个地方 Then the five kings of Amorize Amorize 这是他们的民族 叫做亚摩利王 他们都是亚摩利王族的 OK 亚摩利的民族的叫Amorize 来你试试看 Amorize Amorize The king of Jerusalem Jerusalem 没有人不会了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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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是 这个耶路撒冷的王 OK 还有一个人是Hebron Heb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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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再来一个人是Jermas Jermas Jermas 那个声音的鼠发出来吗 最后的 TH 是一个气音 所以你不要撕出来 Jer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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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OK Luck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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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4K的音 Luck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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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人是Eglon Eg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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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所以这五个王 他们Join forces 他们联军 然后来跟以色列人打 所以是Join forces Join forces 这个在美国也常用 美国常常会有说 就像我举例 我现在要围剿一个什么 很大的一个什么问题的 比如说一个 一个反叛的坏人 或什么样 我可能就联络当地 不只是警察 我们的公安系统 然后可能如果他靠在海边的话 我可能把那个 海军陆战队的人 也要调集一部分 Cost Guard 然后我如果也许还要海军的人 也要调一部分栏 海军负责开直升飞机的 陆军开直升飞机的 你可能也调 所以就把几个部队 不同 不同番号 不同军队的人 把他们调集在一起 这个叫Join forces Join forces 任何时候 你看到那个forces forces是力量的意思 Join forces 你一看你就知道 它是联军的意思 它是联合几个打击力量 一起打起来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去打 西安的一个毒品 毒销 那我要打这个西安的毒销的时候 因为牵涉到这个里面 有上海的警察 我把上海的警察 北京的警察 山东的警察 广东的警察 全部召集起来 成立一个联军 联合打击力量 一起去打这个 这个什么西安的这个毒销 这种就叫Join forces 联络各度 我故意不用当地的警察 因为怕他们通风报信 但是我故意联络其他外省市的 成立一个联军打击的力量 然后来打他们 OK 这也是有的 这种情况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 没有啦 OK 好 没有其他的字了 有没有其他的字不清楚的 看一下 刚刚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那个 Luca告诉我说 我的那个 骁勇善战 我念错了 勇勇善战 或者白智小姐 OK 骁勇善战 就是他们很 很会打仗的意思 OK 好 然后我现在来看一下 谢谢这个 Luca给我指证 然后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 那天我们读的这个文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讲说 上帝 五 ways God speaks to us 有五种方法 上帝跟我们说话 你记得吗 第一个方法 他是透过Bible 圣经跟我们说话 OK 好 第二个呢 他会透过什么东西 他会透过 prayer 透过祷告 跟我们说话 right God speaks to us through prayer OK 好 第三个 God speaks to us through his spirit 透过 spirit 这个spirit 大写 所以是他的圣灵 他透过他的圣灵 来跟我们说话 OK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怎么突然跑出来 这个东西 OK 把它关掉 OK 好 spirit 然后第四个方法呢 他会跟我们说什么 看一下 第四个 God speaks to us through trusted advisors OK 会有一些 你可以信赖的 你可以足够 你信赖的这些 这些 像顾问一样的人 可能是先知啊 可能是这些 可以做我们的 我们的先辈啊 或者是我们的长老啊 教会里的牧师啊 这都有可能的 叫trusted advisor advisor就是提供人家意见的人 OK 给人家做顾问的 叫做advisors OK 好 trusted advisor trusted trusted trusted这个字非常好用 你指这个人是可以信赖 他是可以信赖的 啊 比如说我 我的表姐 我的表哥 他永远都是我可以信赖的 所以每次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去跟他们谈 这个是trusted advisor OK 好 再来最后一个方法是 past experience 用过去的经验来上帝跟我们说话 圣经里面有提到过去的历史啊 过去的 所以你读经文的时候 你可能就读到那个地方 你就会回想到啊 这个地方 这个经文就刚好可以给我 现在这个状况来用到 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婚姻的状况的问题 我遇到一个子女的婚姻的问题 那么刚好我在读圣经的某一段的时候 过去圣经上发生过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帝是怎么样教导犹太人来处理 这就是past experience 他来 来同样的用在我现在这个这个问题上 上帝透过这个来跟我说话 OK 好 然后后面我们就讲到说 我们讲到一个字就是说 hindrance to hearing from god hindrance hindrance本来指的是什么东西 hing是指 那个马脖子跑的时候 你不是要用手 那个马的缰绳 给他拉住一下 阻拦他 他那个脖子被一勾 一勒住 那马就知道要停下来了 right OK 好 hindrance指的就是这个障碍 一个东西的障碍 一个阻拦 OK so here are some hindrances to hearing from god 对于你要听到上帝的声音 但这个东西是你的阻拦 下面就是他列出来说 有可能是一些阻拦 对于你的阻拦 OK 好 so hindrances 有很多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阻拦 所以他有几个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来问自己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是silent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声音 是不是上帝没有回答我 我们用中文翻比较容易明白的方式 就是说上帝没有给答案 上帝从头到尾没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 他没给答案 是他不给答案呢 或者是is he just being quiet 或者他只是说话的声音很小 而我们没有听见 quiet quiet就是他比较安静的声音 他那种quiet 我们上次比较过silent跟quiet 两个字 OK silent是完全没有声音 OK 如果你坐在一个水边 OK 这个silent是完全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quiet呢 就是说你还可以听到石头落在水里的声音 可以听到水流的声音 听到风吹的声音 听到这个树叶掉下来的声音 OK 听到人的脚坐在木头椅子上 脚去踢那个椅子的声音 这种都是属于quiet的部分 quiet OK 他是安静 但是没有安静 无声 他是只是声音比较小 OK 或者我们切切低语的时候 也是属于quiet OK 好 好 再来呢 他问说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Or am I Am I not listening attentively 是上帝完全没有 他第一个部分都是一样的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是上帝没有给答案 他一句话也没说 还是我呢 没有专注的听 attentively attentively 比如说上课的时候老师说 某某某张三 You gotta listen attentively 你要仔细专注的听 这个就叫attentively attentively 你注意他有个名词叫做attention 对不对 A-T-T-E-N-T-I-O-N attention 这里呢是一个副词 attentively 指你听得很专注 叫attentively 是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专注的听 所以我们没听见上帝给我们说的呢 好 再来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是上帝本身没有给答案 或者是 Or do I need to wait on his timing to speak 或者是我要等他说话的时间 His timing to speak 我要等一直等 等到他到上帝愿意说话的时间 那个timing 那个时刻 ok timing是指那个时刻 等到上帝说话的时刻 现在才下午两点钟 上帝说话的时间可能是两个小时以后 你就要在这里等 等两个小时 上帝可能现在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但他会跟你说话的时间可能是两个月以后 或者是两年以后 ok 所以有的时候是要你很有耐心的等候 ok 接下来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是上帝没有给答案 Or am I seeking the counsel of the man first ok 或者是 我是不是 该要先去找一个 可以 可以跟我 帮忙我做counsel 做辅导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先去跟牧师谈一谈 或者是我们跟 什么什么人先谈一谈 所以现在上帝还没有给答案 等我们跟牧师谈过了以后 上帝才会给我答案 是这样子吗 ok 下面一个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答案 Or am I being double-minded and lacking faith double-minded 注意这个double-minded 是指一个人三心二意的 ok double是两个 对吧 我有两个心 我一下想这样 一下想那样 我小孩就常常三心二意 站在这个冰淇淋 跟这个蛋糕前面 三心二意 我究竟是吃冰淇淋好 还是吃蛋糕好 三心二意 不知道该吃哪个好 double-minded lacking faith呢 lacking faith 是指失去那个信心 所以是我自己没有信心 我自己三心二意 或者是上帝没有给我答案呢 ok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Or am I not being submissive Or his will in my to his will in my situation ok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字 这个submissive 有没有人知道submissive 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submissive 有没有人记得这个字 讲福 ok 听话 是不是 ok 所以submissive 讲的是说 是他没有给我答案 还是我自己不够顺从 就是obey的意思 submissive ok 就是obey I not am I not being submissive 就是我自己不够顺服 我没有顺服上帝 我没有顺服什么 顺服他的旨意 His will in my situation 在我现在这种状况之下 比如说我现在面临到缺钱的状况 或者是我面临到升学的问题 我面临到马上下个月就要考高考了 这是我的situation ok 我的环境这种状况的情况 我没有顺服他的旨意 ok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还是因为 而这个造成了一个障碍 造成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是究竟是他根本没说 他就没给答案 还是我自己不够顺服的问题 ok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or am I holding unto bitterness and unforgiveness 好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是上帝本身根本没有跟我说 他没有给答案 或者是我自己内心死抓着一些东西不放 holding on to 我hold什么东西 我的苦楚 bitterness 或者是unforgiveness 我不原谅人家 有些时候有些人是这样 他经历了伤痛 比如说经历了丈夫出轨 或者是被诈骗 或者是被什么欺负 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就无法放弃 放下来 我没办法放下我的苦楚 bitterness 我就是丢不掉 或者是说我的这个 unforgiveness 我就是 没有办法 好 我们先把这个 关一下 是哪一位 稍微关一下 静音一下 ok好 所以是有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我 我有苦楚 然后我没有办法 原谅人家 unforgiveness 我就是没办法 原谅人家 这是我的问题 我要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不能原谅人家 所以就成为 我的一个障碍 等于说我听不见 上帝的声音的障碍 所以上帝可能 有跟你说 可是你就听不见 ok 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你太投入 你就一直抓着 这个苦楚 不放 ok 好 接下来呢 他说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or am I being impatient ok 是上帝没有说话 上帝没有跟我们 说任何事情 还是说 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就是 没办法 impatient 所以 patient是 有耐心的 impatient是怎么样 是我没有 这个地方有跳出来了 ok 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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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 好 在这里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or am I impatient impatient 就是说 我没有耐心 是我自己 没有耐心吗 是不是因为 我自己 没有耐心 impatient ok 是不是因为 我自己 没有耐心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or do I not trust Him with my life 是不是我没有 用我的生命 我的全生命 去相信他 我还没有 我没有完全的 整个把我的生命 放在他的手上 没有去 Trust Him 就是去相信他 And the life of my loved one 或者是 还有把我 所爱的人的生命 ok 他的整个 所爱的人 他的生命 也放在他的手上 所以我们 线上去 我们相信神的手上 要把自己 整个人都放上去 我们的生命 也放在上面 我们 如果我为我的孩子求 我也应该把我的孩子 的生命 放在神的手上 是不是我这一方面 没有做到 所以才造成 是一个障碍 让我听不见 神的声音呢 ok 好 Is the Lord being silent or is sin an obstacle 所以是不是 神没有给答案 或者是 sin 有罪 有犯罪 ok sin 这个犯罪呢 是一个 obstacle obstacle跟刚刚 那个hindrance 差不多的意思 它也是一个障碍 一个阻拦 它阻拦我去干什么 hearing his voice 所以 罪 因为有罪的缘故 我一直没有认罪 这个罪就阻拦了 我去听到上帝的声音 是这个 还是这个 是上帝本身 他没有说话 他完全没有给答案 或者是因为 我有罪的关系 sing ok 我有这个罪 那本身就是一个障碍 就是一个阻拦 阻拦我去听到 上帝的声音 ok while there are times God is speaking 有一些时候 上帝是有 有说话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自己就是听不见 ok 所以 这个后面 我现在看一下 我们上次 有没有讲完这一段 ok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一段 再把它讲完 while there were times 有一些时候 是这样子的 God is speaking times有一些 有一些时候是这样子 有几次是这样 上帝呢 他有说话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让我们 keep from 就是让你不能够 做什么事情 让你不能去听到他 keep you from keep us from ok 比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正在读书 对吧 但是有一些事情 让我没办法 好好的读书 比如说我一边 一边又放着这个电视机的节目 一边又放着 打游戏 电动玩具 so the game 这个游戏 keep me from 所以你看到 keep me from keep from 就是让你不能 做什么事情 所以 keep me from hearing him 让我听不到他的声音 ok there are periods 我们上次有比较过 times跟periods 不一样的 time是一次一次 比如说这一次 这一次我来 我来上海看你 下一次你到北京去看我 这个是times 一次一次 它是可以数的 times ok periods 是指一个区间 一个区间 3月1号到3月2号 这是一个时段 ok 3月8号到3月10号 这又是一个时段 这是一个period ok 从上午 上午的10点 到下午的2点 我们是停电的 这个就是一个period ok 可以指一个时段 从上午的10点 到下午的2点 好 and he does appear to be given us the silent treatment 但是也有的时刻 period 有一些时刻是 上帝真的出现了 does appear 但是他给我们什么 他给我们的是什么 the silent treatment 这是一种 好像给我们一个 治疗一样 他又 就是不说话 不给答案的方式 其实是 就是在治你这个毛病 他有的时候 上帝是故意的 这是一种 silent treatment silent treatment 是一种 一种全然 没有答案 不回答的 这种方式的 一种治疗 他知道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能 我们自己本身有罪 或者是因为 我们太心急 或者怎么样 所以有的时候 是确实是上帝 故意给我们一个 silent treatment 他就真的 没有给你答案 OK 那是一个他 故意这样做的 It seems our prayers are sounding off deaf ears It seems 似乎是怎么样 我们的祷告怎么样 sounding off sounding off 还记得吗 上次我们讲 这个sounding off 什么意思 sounding off 有没有人记得 sounding off 什么意思 声音关闭了 sounding off deaf ears deaf ears 是龙的耳朵 right ok 但是 sounding off deaf ears 是指什么 are sounding off sounding off 是发出声音来 我们的声音 就这个感觉 就有点像 我们的祷告 是对着那个 龙的耳朵 去发出声音 sounding off 是发出声音来 我们的祷告 就好像是什么 像是对着一个龙的耳朵 发出声音 我好像对一个龙子 祷告一样 你有没有有这种感觉 怎么都没有回音呢 怎么上帝都没有什么东西 我好像我对着一个空气 祷告 我对一个龙子 在祷告一样 他有没有听见呢 他到底知不知道 我在想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声音呢 这个叫sounding off sounding off ok 好 比如说我在 我在这里写功课 我的小弟弟在这旁边 给我学狗叫 He is sounding off like dogs 他就像狗在叫一样 他学个狗叫 sounding off ok 我的小弟弟在我旁边 他学一个驢子叫 他学一个donkey叫 donkey sounding off ok 这就是sounding off 就他出一个什么什么的声音 ok 出一个什么什么的声音 好 because he may not be given us the specific answers we need to make critical decisions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 上帝他可能没有给我们 一个specific answers 我们上次讲过 这个specific answers 是特别的一个特定的 我们我们好希望他 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定的答案 照我们的意思 你就照我的意思 这样这样给我答案就好了 这个是specific answer 很确定很很指明的一个答案 而这个答案是我们很需要 we need to make critical decisions 我们要做一个非常重要 很关键性的 ok 很决定性的一个一个决定 ok 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决定 叫critical decisions 比如说现在我家里 比如说我兄弟刚刚车祸了 这个到底要不要治疗 治的话呢 医生说了这个手术的刀开下去 只有50% 他也没有把握 50%的成功的几率 那我们是开刀还是不开刀 这个时候是一个critical decisions 是不是 很关键性的决定 而且这个很困难的决定 一般都是指很困难的决定 It is tempting to believe that he is ignoring us all together 所以就有的时候会 it is tempting 就是倾向于会让你会诱惑你 这个情况 因为你一直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就会让你有种诱惑 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就会去相信 使得你会去相信 it is tempting to believe tempting to believe 就是说你不知不觉之中 你就会去相信 好像你被诱惑了相信一样 he is ignoring us all together 他是整个all together 全部整个事情 他都是忽略我们 上帝就没理我们 不搭理我们 我们常常自己就会不自觉地认为会这样子 this is when we need to press in and learn to listen for his direction 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这个press in 有没有人知道press in什么意思 投入 对 我们需要把自己压下去 好像press是压下去 我们要整个投入进去 然后learn to listen 我们要很投入 要很注意地去听 听他的指示 direction 他给我们方向 你现在呢是 这个手术要做还是不做 你是准备往东走 还是往西走 OK 好 下面他要讲的 following are some suggestions for how to discern God's will even in the silence OK discern 我们上次学过这个discern 这个字 有没有人记得 discern什么意思 有没有记得 区分 区分 辨别 识别 OK 我们下面就要 要能够识别 认别出来 就是说上帝的旨意 God's will 纵然他是在一种 没有给答案的情况之下 你好像听不到上帝的答案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识别出来 上帝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 所以下面有一些建议 他给你的suggestions suggestions 注意两个g发是不同的音 第一个是发g sug 后面是发g 所以前面这个歌不清楚 因为我们时间这两个中间的 给你的时间非常短暂 所以你那个第一个g呢 就是他非常胡话 你听不出来这个音 OK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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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uggestion 你感觉到第一个g有它的存在 但是它的音g出不来 suggestions 好 下面它有些记忆 它告诉你怎么做 OK 所以第一个是redeem right redeem 第二个是repent 我们上次讲过 redeem repent 这两个字没有什么问题 redeem 怎么解释 有没有人知道redeem什么意思 就熟 repent 是什么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repent remove呢 remove呢 对 搬动 把这个大石头搬开 unnecessary roadblocks roblocks就是一大块东西堵住你的路的 在你这条信仰的路上 让你听不见上帝的声音的 有一些不必要的阻拦 就是这里 这个字是很形象 roblocks 有没有 我们这个roblocks最形象化的 就是我们封城的时候 我们这个村里面不跟外面来往 外面的人不可以进我们的村 我们的村也不可以出去 这个就是我们新冠的时候采取的封村计划 就是roblocks 这条路整个堵塞起来 不准进去 不准出来 设了一个路障 这个就是roblocks ok unnecessary roadblocks 任何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路障 你都要把它搬开来 remove 把它给搬开来 所以在这条路上 凡是阻拦你 你听不见上帝的声音的时候 你都要把这些障碍给它搬开来 所以它告诉你 你要找一个什么 你要找一个很quiet的地方 很安静的地方去祷告 然后去祷告的时候 你去回想 去反思 我们一面祷告一面去回想 所以把你周围不必要的这些障碍都给它关掉 ok 什么电视关掉了 什么微信 social media 就是我们的社交软件 对吧 这些都关掉 然后我们的distraction是说它干扰你 让你不能专心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孩子在你旁边哭 这个是distraction 因为它干扰我 让我不能专心 对吧 我们现在要祷告吗 所以要把这个孩子搬开 或者是我做一个什么事情 我在一个公车站 哎呀 这个太 too much distraction ok 这个是非常影响我的 我不能专心 我没办法在公车站那里祷告 一下来个车 一下来个车 一下什么人在这里 可能还有摊贩在那里卖东西 对吧 这个是distraction 完全干扰我 让我无法专心的叫做distraction ok 好 然后呢 再下来还有第四个方法 它告诉你说要read 你要读 ok 你要读 你要读上帝的话语 所以圣经最重要的 allow the bible to teach 你要让圣经来教导你 然后direct you 给你方向 ok 还有一个方法 它说要memorize scriptures 你要背诵这个经文 背诵经文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背诵了经文之后 它就成为你的一部分 在你脑海里面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这个经文自然就浮现 就跳出来了 就可以帮助你 是吧 所以这个memorize scriptures 不只是我们中国人背书 老外读圣经 他们也是背书的 也是读的 也是寄诵的 that pertinent to your situation pertinent这里有一个字 pertinent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 pertinent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 pertinent per 中音在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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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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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 pertinent to ok 它是跟什么有关系的 如果阅读可以帮助可以帮助我怎么样 grow 成长 生长 ok 帮助你的信心能够生长 你的信心可以得到成长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帮助你的信心成长 ok 所以read 第四个方法是read 第五个方法是recite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recite recite 银诵 银诵 我们知道银诗 这个什么 比如说礼拜的诗 这个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这个就是reciting 就是在那里 也是朗读朗诵背诵 跟前面这个有一点点像 跟我们前面的这个read 有点像 我们的读 然后我们要把它读出来 pre earnestly without ceasing pray 你要不停地祷告 而且要迫切地祷告 earnestly 是指你很迫切地祷告 而没有停下来 ceasing 注意这个字是叫 ceasing e-a是发e的音 ceasing without ceasing recite the word of God over your circumstances 你要大松的朗诵 朗读这些神的话语 over your circumstances 就在你的不同的环境里面 要朗读他 OK and pray for the Lord's will OK 我们还要祷告 为什么祷告呢 为神的旨意来祷告 pray for the Lord's will his perfect timing 他最完美的时刻 上帝你什么时候是你最完美的时刻 你要给我答案 你要告诉我 给我指示 告诉我怎么去做呢 好 有的时候我们还要 为什么来祷告呢 for patience 要为我们的耐心 要为我们的耐心来祷告 pray 所以前面一个pray 后面有好多东西你都要祷告 for patience patience就是你的耐心 as you wait for the answers OK 就在你在等候这个祷告 等候这个答案的时候 等候神的祷告 答案的时候呢 你就要求 求告你的耐心 OK speak the promises of God OK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上次我们有讲出来 speak the promises of God over your situation speak 要把它说出来 把上帝的应许 the promises of God over your situation 他对于你现在的情况 你周遭的环境的情况 上帝给你的应许 如果你已经得到应许 你就要把它说出来 speak the promises of God over your situation 好 最后一个 第六个 不是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 remember remember 什么叫remember 记下来 记下来 你要记下来什么 past lessons 你以前所得到的教训 OK 以前所学得的功课 都要记下来的 consider 你要认真的去考虑 OK 要consider 就是你要去 考虑这些事情 and what the Lord taught you 你要去研究 到底上帝教给你了什么 我去年的时候 学会了一个功课 上帝告诉我要有耐心 那么我要仔细分析 我到底学到 跟上帝学到什么 remember the miracles the miracles in your life 你要记得在你生命里面的 miracles miracles 是奇迹 对不对 miracles OK remember the miracles in your life the times you have seen God move OK the times 每一次 注意这个time 不要翻成时间 当他做复数的时候 他是每一次 你要记得 每一次 你有亲眼看到 上帝在 move 什么叫move 什么叫move 你们知道这个move 什么意思 移动 移动 OK good 移动 比如说现在 你坐在我的大衣上面了 我很不高兴 你怎么一屁股 坐在我的皮包上面 坐在我的大衣上面了 我说move 一开一点 不可以这个样子 你坐在我的这个文件上面了 move 一开 OK 这是move 这个地方是指说 每一次你看到 上帝在移动吗 这个move是指什么 这里说的是上帝 God move 啊哈 God move 什么叫做上帝的move 什么意思 上帝做了什么 上帝不会改变呢 他不会移动啊 OK 这里指的是 上帝在你生命里面 每一次你亲眼看见 你亲眼看见 上帝在你的 你的生命里面 他推动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move 上帝会做什么事情 观世界互相效力 他可能透过别人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或者是你求告的什么事情 在你生命里面 上帝就让他发生了 这个就是上帝的move God move OK The times you have seen God God move 你看到上帝的 他的移动 他的一举移动 他的动 OK 他去移动了什么 and allow them to strengthen your face 这个them 谁可以告诉我 这个them 指的是哪一个 是什么东西 上帝的木 这是复述哦 them times 这句子要回到最前面看 remember the miracles in your life 所以这个 指的是miracles 指的是奇迹 好 你要记得那些所有在你生命里面所产生的奇迹 然后呢 他中间用了一个逗号 两个圈起来 他解释什么样的奇迹 你生命什么样的奇迹呢 就是每一次上帝在你 你亲眼看到上帝在推动什么事情 他在你生命里面做了什么事情 那些就是miracles 然后你要allow them 你要让这些奇迹 allow them them是指miracles 让这些奇迹来strain your face 来强化 来加强你的信心 很多事情只有你跟上帝知道 我们外人可能一点都不知道 在我生命里面发生过一些事情 我没有别人知道 我没有告诉过别人 可是这个事情就真的 如我所想的发生了 我 我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释 我只能告诉你 it's miracles 它就是一个奇迹 发生在我生命里面 ok 它就是发生在我生命里面 我在我还没有 还没有进到来做这个平台之前的时候 我跟上帝讲过 我说上帝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当我不工作的时候 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就是那种在教会里给人家排椅子的工作 就我只要每个礼拜天去那里 把椅子擦干净 把椅子排好 就让我做那个工作就好 这不是很简单吗 ok 我跟上帝讲我要做那个 我没有跟别人讲过 ok 我说我跟上帝讲 我要一个那个位置 我要做那个事情 结果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 这事情发生了 没有别人知道 只有我跟上帝知道 这个事情发生了 可是发生的时候 我们教会已经没有椅子了 我的教会完全没有椅子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的教会完全变成 网上的教会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 这个事情可能不会发生了 ok 永远不会发生 因为我跟上帝求的是 让我去排椅子 像连椅子也没有了 连教会全部都是网上 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就有一个miracle发生了 上帝让我进到zoom里面来 我现在做的事情 不就是排椅子吗 right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ok 我先把大家先静音一下 刚好听到回音 ok 所以现在的事情发生的 就是一个miracles 这个就是 remember the miracles 你要记得那些所有 在你生命里面 所产生的奇迹 而你要让那个奇迹 allow them 让那些奇迹来加强你的信心 增强你的信心 很多事情发生在你生命里 只有你跟上帝求告 只有你跟上帝知道 没有别人知道 那就是奇迹 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的 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要remember 就在这里 就是要你去记得 你一定要记得 那些发生过的事情 consider past lessons 把你过去 所学到的这些功课 你都要学起来 然后呢 what the lord taught you 还有上帝到底教导了你什么 所以第六个就是要remember 第七个r 第七个r是recognize 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recognize 认识 怎么样认识 认识 或者是认知到 某一件事情 对 是比较深刻的那种认知 就是你很清楚的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的 这种叫recognize 他在我们中间 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 Joshua Joshua呢 他都是被人家当成一个领袖级的人物 所有的以色列人 深刻的认知到 他就是他们的leader so the Israelites recognized him 就是这个Joshua as a leader 他们都认可他 都认知他成为一个领袖 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从内心深处的这种认知 不是只是说 大家被迫的 被要求的 你们都要尊敬他 例证 站好什么 不是那种 我们想的 这个recognize 是从内心里面 认知到这一件事情 ok 好 所以 learn to recognize when the lord is speaking to you 当上帝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学着去 认识到他 你要所谓的认识 就是说 你不只是知道 这是上帝跟你说话 而且你要 确确实实 明明白白知道 确确实实的知道 这就是上帝给我的答案 这就是上帝在跟我说话了 这个就要用recognize这个字 这个字 recognize 这个g很短的声音 所以是recognize recognize 几乎就 吞音就吞掉了 recognize recognize ok recognize learn to recognize when the lord is speaking to you 你必须要学着 要认识到 要辨识到 这个就是上帝在跟你说话 ok don't think you have to personally have all the answers 你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认为 很多人都认为说 哎呀 怎么会这样就是答案呢 上帝一定要 好好的 他跟我之间 就是只有我们俩在的时候 他很正式的把这个答案给我 让我很清楚 他说你不要这样想 don't think you have to personally personally 什么叫personally 有没有人知道 personally 个人 私人的 personally ok 比如说这个事情是上帝公公正正的给你送一封信给你吗 他亲自跟你说话吗 不见得会是这样的情况 很多时候上帝给你的答案 不是这种情况的 所以不是personally 不是为你克制的 给你私人定制的这样子 来给你一个答案的 all the answers you may think God is being silent 你也许会认为呢 哎呀 上帝就是一直都是沉默 不说话的 silent 他不说话 but perhaps 也许 可能 he is speaking to you through unexpected people or unlikely circumstances unexpected 什么叫做 expected 每个人知道 expected Unexpected expect是你期待 不期待 对 在你期望之中的 ok 在你期望之中的 叫expected 我现在就在期待着 我的生日礼物 expected right 是不是 expected ok 所以 他是不是在你 期望之中的人 因为今天可能上帝 把这个答案要给我 他也许透过路边 一个扫马路的大妈 他也许碰到 透过我公司的一个 同事来告诉我 或者是我一个 姐妹来告诉我 这都是我 不是我期待之中的 我期待的也许是 上帝亲自跟我讲话 可能上帝不用那种方式 他跟你讲话的方式是 也许会是 through unexpected people 是你没有期待 不在你期望之中的 一个人 那些人 来跟你说话 或者是 unlikely circumstances 什么叫做 unlikely 不喜欢的环境 这个不要 like 不要想到 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unlikely 指的是 不太可能的 不太可能的 ok 那个 下礼拜 你要不要来我家 我说下礼拜 你要不要来我家吃饭 um yeah most likely 大概很可能 我是在星期二的时候 most likely tuesday 我会这样说 most likely likely tuesday likely likely就是可能的 unlikely 那如果我问你 how about wednesday 你来 礼拜三来我家 好不好 how about wednesday unlikely 不太可能 星期三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一直忙到晚上 八九点钟 所以unlikely 不太可能 likely 是很可能 unlikely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上帝会透过 again 这个句子是说 有可能上帝是透过 through 什么呢 unexpected people 是你完全不在你期待中的人 你根本没有想到的 ok 没有期待的 这种人 这些人来给你答案 上帝透过他们给你答案 或者是 unlikely unlikely 不太可能的环境 来给你答案 right 也许有一天 你刚好 你搭一个公车 你在公车上 刚好跟那个巴士 比如说 巴士上的 一位老太太在聊天 可能上帝透过他的嘴 来告诉你答案 那这种根本是 unlikely circumstances circumstances 是环境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环境 怎么会在巴士上面 上帝给我一个答案呢 哦 这是你没有想到的 unlikely 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个环境 unlikely circumstances ok 好 这句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都可以理解吗 有没有问题 好 unexpected people unlikely circumstances unexpected 还有unlikely 都是非常好用的字 都是非常好用的字 ok 比如说 今天我给你送个礼物 给你了 哇 你打开 哇 这真是我想要 但是我从来都不敢想 unexpected 这是一个我根本不在我期望之中的 我以为你们就送我一个卡片啊 送我一个什么 一本书啊 或者怎么样 哇 我没有想到他送我一个很贵重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某某什么什么东西 unexpected 不是在我期望之中的 ok unexpected 我没有料到的 unexpected people ok unlikely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不太可能 所以likely unlikely 我们在口语里常常这样用 ok 什么时候来啊 likely Tuesday 有可能是Tuesday 比较有可能是礼拜二来 那礼拜三来好不好 Wednesday好不好 unlikely 不太可能 星期三不可能 unlikely ok 好 Be open to Wise counsel Wise counsel Be open to 什么叫做Be open to Be open to 什么叫做Be open to 有没有人知道 Be open to 半层公开呢 对你要你要把你自己开层布公 把自己敞开来 像什么东西敞开来你的心房呢 像这些Wise counsel 谁是Wise counsel 谁是Wise counsel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圣经辅导 有没有人知道 Biblical Bible Counseling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圣经辅导课程 有没有人在上这种课 Bible Counseling 有没有 就是用这个字 Counseling 有没有人听过Bible Counseling 有没有人听过 都没有听过是吧 OK好 圣经辅导呢 可以是用圣经来帮助辅导人 在生活里面的需要 比如说这位男士 他现在正在面临离婚的问题 这位女士 他现在就面临到他家里面的孩子 教养的问题 那我们Bible Counseling的人呢 做什么呢 圣经辅导的工作人员 我们用圣经的经文 引导他 用圣经来帮助他 来辅助他 来给他做辅导的工作 OK 来指引他 我们不能取代上帝 但是我们可以 引导他去读圣经 所以这个叫做Counsel 所以做Counsel的人 都是一个辅导的 比如说我们学校 有外籍学生顾问 有没有 Foreign Student Counseling Counsel 那这个Foreign Student Counseling 做的是什么事情 他做一个辅导工作 当中国来的学生 外籍学生 什么问题 我们稍微关一下这个生 OK 所以我们当面临到这种 外籍学生来美国的时候 他们找公寓 他们读书 他们交朋友 他们买菜 他们可能都是生活上 遇到很多很多的困扰 去哪里办什么文件 这个时候 他可以来找他的 外籍学生顾问 所以Foreign Student Counseling 就是用这个Counsel这个字 OK好 现在他叫你 Be open to wise counsel 让你把你自己敞开来 你要打开你的心房 像什么打开呢 一些有智慧的 可以有智慧的这些辅导 这些辅导的人员 有可能从哪里来呢 may come through 透过Family 透过家里面 透过你的朋友 Friends Advisor 顾问 Counselors 就是那些协谈的人 那些 那些做辅导的人 或者是Medical Professionals 也有可能是 医护专业人员 医疗的专业人员 或者是Legal Counsel Legal Counsel是指 法律的这些顾问 法律的这些辅导的人员 Or Others 或者是其他的人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注意我们这个前面讲的是 Recognize 我们要有认知 我们要能够 要辨别 要认知到 就是 你要能够学会辨别 学会认知到 上帝正在跟你说话 他派来的人 可能会在你周围的这些 有聪明智慧 有智慧的这些 专业的这些辅导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 比如说从你的家里面来 你的家里 如果你的哥哥 你的某一位妹妹 他是很有智慧的 可能他就是在你家里的成员里面 他来辅导你 OK 那上帝透过他来说话 或者是你的朋友里面 张三李四王二妈子 跟你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Advisor 可能是顾问的形式 Counselor Counselor是那些辅导的人 OK Medical Professional Medical Professional 一般指的就是医护人员 医疗的这些专业的人才 Legal Counsel 我觉得是我们这些法律的顾问 法律的这些辅导人员 或者是其他的人 OK 这些都有可能的 他们透过这样的情况 来跟我们说话 OK OK 这个recognize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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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好 OK 好 我们再看第八点来看 rejoice 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rejoice 这个字好像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 rejoice 喜乐赞美 欢欣鼓舞 非常欣喜若狂 就是很高兴的意思 他要比一般的高兴 再高兴一点点 所以就是会有非常的 非常开心 非常欢欣鼓舞的 非常这个欣喜若狂的 高兴得不得了的那种情况 我们叫做rejoice OK 好 Praise God 我们要赞美神 Praise这个字 Praise 赞美神 Knowing that 我们要知道 He is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什么叫sins Behind the scenes 什么意思 谁知道什么叫behind the scenes 幕后 幕后 right 我们常常有没有拍了一个正片 拍了一个电影以后 成龙的电影 后面 他后面再加个花絮 幕后的花絮 给你播一点 你看他做那个动作 说不好不小心跌倒了 然后他站起来 可能讲了一句骂人的话 这个都不是正片里头看得见的 比如说正片里 他很英勇的 把那个杯子 呼一下就飞起来了 但是也许呢 那个花絮的时候 幕后在拍的时候 那个杯子可能飞了五次 都飞不起来 right 那个就是behind the scenes OK behind the scenes sins指的是什么 sins指是现在的这个场景 叫sins 我们现在的这个sins 那behind the scenes 在我们这个场景之后发生 背后发生的事情 就叫幕后的花絮 OK 幕后 所以幕后的故事 幕后的花絮 我们要赞美神 我们要知道 He is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上帝其实一直在幕后工作着 你眼睛现在看得 只看到目前的 这些出现在你眼前的 但是He is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他其实是在幕后 一直在工作着 He is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OK 所以这个叫做behind the scenes 同样的电影正片拍完了之后 给你拍个小花絮 然后他就告诉你 这是behind the scenes 这个就是幕后的花絮 你像那个溜冰的人 溜冰他上什么奥林匹克 去表演去干什么的时候 他背后是有一千一万次的演练习 最后一次可能才跳成功 那个就是你幕后的故事 幕后的花絮 对吧 你目前都是看不到的 你目前只看到他跳成功的那一次 哇他跳得好棒好棒 但是幕后的花絮 可能你就看到 他不晓得跌倒多少次 在那个冰上面 OK OK Be thankful Thankful 有人知道是什么 Be thankful 什么叫thankful 感恩 感恩 感谢 OK thankful OK thankful OK好 现在我们再看下面 and have an attitude of 要有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叫gratitude 什么叫做gratitude 你们知道什么叫gratitude gratitude 好 这个thankful呢是感谢 be thankful 这个gratitude呢就是感恩 就更深刻一点 比如说我们要说感恩的心啊 感恩的态度啊 就是attitude of gratitude gratitude OK 所以gratitude是感恩 be thankful 更深刻一点 OK 所以我们要有感谢人家 我常常带一种感谢的 而且我们要一种态度是 感恩的心 attitude of gratitude as he works in your life and in the lives of those you love 这个he 请问这个he指的是谁 上帝 当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 他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工作的时候 他在你的生命里面起大能 他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运作的时候 he works in your life 或者是in the life 还有在 他不见得在你的生命里面做 他也在很多其他的人生命里面工作 in the lives of those you love 那些你爱的人的生命里面 他在那里工作 比如说他在你丈夫的生命里面工作 他在你的孩子生命里工作 他在你的老师的生命里面工作 有没有 这些其实万世间互相效力 可能对你的生命 也都是产生影响的 所以这一些我们都要感谢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Praise God 我们要赞美神 我们赞美的时候 要感谢什么 感谢不只是他在我们的生命里 做了奇迹 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 他也为我们所有 我们爱的人 他都工作 So be thankful and have an attitude of gratitude Gratitude 这个字非常重要 感恩 OK As he works in your life and in the lives and in the lives of those 提升你的灵性 提升你的灵性 高举你的灵 是不是 OK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灵性的 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有灵性的 OK 很多时候我们的灵 我们常常讲 我们说 啊你这个人 跟上帝的关系不够好啊 你的灵性 灵命不够好 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指的就是这个spirit OK 所以他会提升你的灵性 提升你的灵性 Lift your spirits Lift就是高举 OK 他高举 把你举起来 把你的灵命高举起来 OK So spend time with the people who lift your spirits 你要跟这些人 花时间在一起 什么人 那些可以提升你灵性的人 谁是可以提升你灵性的人 谁是可以提升你灵性的人 上帝神 No 牧师 谁是可以提升你灵性的人 这个是指 牧师 牧师可以提升你灵性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还有呢 还有见 我们上一位 OK 还有谁 还有谁可以提升我们的灵性 有的时候 然后很看起来不起眼的人 他也许就能提升我们的灵性 是不是 我们生命里面遇到的人 我们的家人 可以提升我们的灵性的 如果我们家人都是基督徒 太好了 我们彼此互相提升我们的灵性 对吧 这些人 Lift your spirit 他提升你的灵性 还可以 Remind you 他还可以提醒你 提醒你什么 of the goodness of God Goodness of God 什么叫做goodness of God 上帝的良善 上帝的良善 goo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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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圣经里一般都解释为良善 所以他可以高举 Lift your spirit 他可以提升你的灵命 而且还可以提醒你 随时这样的人在你身边 随时提醒你 上帝的良善 这样的人 这种朋友 这种家人 我们是最需要不过的 最需要不过 很多时候你看 我们自己有眼睛 看不见 有耳朵 听不见 常常旁边的人 跟我们解释 哎呀 你没有想到吗 你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就只有抱怨 上帝为什么不听 为什么不给我回答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苦楚 他说哎呀 你没有看见上帝的良善 上帝让你在这件事情上 得到一个宝贵的功课 上帝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是提醒你 remind you 所以你需要 你需要跟这种人在一起 你不是跟那个张三李四王二妈子 每天聊那个什么八卦的那种人在一起 不要交那种朋友 所以我们我们常常讲怎么样 有直有量有多文 朋友有三个最重要 你要交哪一类的朋友 有直有量有多文 在我们基督教里面 你要交的朋友 就是有这两个好处的朋友 谁能够提醒 能够提升你的灵性 lift your spirit 谁能够提醒你上帝的良善的 这种人就是值得交往的朋友 你要spend time with people 你要多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他们 你跟什么人 我们常常讲 进朱者赤 进末者黑 对吧 你跟那个喜欢聊八卦的在一起 久了你也跟他一样黑 但是你跟这样子的好朋友 他能够在灵里面给你提升你的灵性 然后他能时常提醒你上帝的良善 这种人才是我们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的 spend time with people who live your spirit who live your spirit who live your spirit and remind you of the goodness of God 是不是 是不是 这是太美好 我们要交这种朋友 所以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 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就要注意找什么样的朋友 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适合跟我们在一起的人 ok好 有没有问题 这段有没有问题 rejoice 没有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然后我们要有怎么样 要有感恩的心 ok 然后我们知道上帝他不只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 他做工而已 他在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同事的身上 他也在工作 我们要感谢 所以要be thankful 还有have an attitude of gratitude gratitude是一个感恩的心 gratitude ok 所以这个字很重要 gratitude 好 我们再来看第九个 要release 什么叫release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release 释放放出来 放出来 release 他刚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 从北京二号监狱放出来 那个叫什么 他被放出来 就是release release 然后你要把身体的这个怒气都放出来 也是用release 看得见了看不见 release 他车上经过高速公路 他车上载了一车的猪 到了那个杀猪场的时候 就把他们release 放下来了 把猪通通放出来了 就是release这个字 release right 还有什么release 有什么release 还有什么release 小区解封 人是不是release 人就给放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release ok 考试的时候 还有我们考试的时候 考完试了 大家都可以出考场了 就是被放出来了 release 就出来了 release 有没有 高考全部考完 你们看过那种镜头 学生好高兴冲出来 那就是release release出来了 ok 放出来了 好 release your plans or expectations ok 所以你要把什么给释放出来 release your plans 什么叫plans 计划 计划 expectations呢 什么叫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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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期望 你期望这件事情 你到底期望上帝怎么样对待你 你期望上帝这件事情怎么帮你 这个你如果从来都不说出来 这个不好 所以要让你 你常常要把这个放出来 把这些消息给放出来 哎呀 我渴望上帝能够帮助我 实现我这个 四年以后 就考上大学的这个愿望 这是我的计划 plans expectations 我希望在六年以后 我就能够上研究生 那是我的期望 expectations right how the Lord should work in your situation 你要把你的计划 跟你的期望 要说出来 ok 要释放出来 有关于什么 如何 上帝如何能 在你的 就你的情况之下 situation 是你的情境 你的环境之下 上帝怎么样来工作 怎么样来帮到你 怎么样 how Lord should work in your situation 你要上帝怎么帮你 所以你要 你要把这个消息 给释放出来 ok lay your loved one at the feet of Jesus to work in their lives according to his will lay 把什么东西 lay在那里 这个lay是什么意思 这个lay是什么意思 lay 放置 放到 放到那个位置上 ok 把它放 lay是躺下来的意思 lay on my bed 我躺在我的床上 这个意思是说 你要把你爱的那一个人 your loved one 比如说你的孩子 是你的loved one 你的husband 是你的loved one 把他们放在什么呢 at the feet of Jesus 放在耶稣的脚前 to work in their lives 让耶稣可以在他们生命里面 去工作 去行大能 to work in their lives according to his will 注意了 不是照你的意思 是照耶稣的意思 according to his will 按照耶稣的旨意 来在他们生命里面起作用 耶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行大能 ok 所以 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你爱的人 放在耶稣的脚前 你要怎么样 把他放在耶稣的脚前 什么办法 你怎么把这个人 放在耶稣的脚前 如何做 我们都怎么做的 有没有想到怎么做 祷告 第一 为这个人祷告 第二个 这个人最好怎么样 他要信神 对不对 信神 你才 把他带到耶稣的脚前 所以 让你爱的人 your loved ones 你爱的人 都让他们信神 哎呀 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在天堂里相会 我们弟兄姐妹都在天堂里相会 太好了 your loved ones ok so lay your loved ones 把你所爱的那个人 把他摆放在耶稣的脚前 让耶稣呢 可以在他们生命里面去 去行大能 这个根据耶稣的旨意 ok trust that 你一定要相信 相信什么 the lord is using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主耶和华 他会用 所有这些 所有的环境 所有的环境 ok 你说在 恶劣的环境之下 神就没有工作了吗 是这样子吗 还是 神只在 好的环境下 工作 是这样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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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神在 任何环境下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所有这些环境 神都工作 晴天 雨天 地震 山崩 下大雪 神一样工作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好 这些环境里面 他用了一个逗号解释 这个环境不准是 好的还是坏的 good or bad 人的话 遇到不好的环境 人就不工作了 路 山崩了 土石流了 我们就不工作了 我们没办法工作 right 哎呀 这个 叫我什么修路啊 什么的 下次吧 再说吧 等这个天气好了 我们再来给你 定 墙上定个什么 修路 修马路 什么都是这样 人都是这样 但上帝不一样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任何环境 上帝依然工作 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for 这里来了一个原因 他为什么工作 for his glory and his purpose 所以上帝工作 在你生命里面起作用 他是有目的的 一个是glory 一个是purpose 你知道什么叫glory 什么叫purpose 什么叫glory 荣耀 荣耀 他的荣光 purpose呢 目的 他的目的 上帝是有purpose的 他有每一件事情 他有他的目的在 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起作用 在他的大能的手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 这些都是为了 他荣耀 他自己 他的荣光 同时也为了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 拯救世人 他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爱他的儿女 that's his purpose right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release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不太了解的地方 没有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这个remain 下一个r 第十个是remain 什么叫remain 有没有人知道 remain 保留 保存 保留 保存 OK 保留在干嘛 in faith hope 和love 三个 faith 我们都很认识了 在信心里面 我们要留在信心里面 我们要保留住我们的信心 不能让你的信心失去啊 你的信心现在是百分之百 还是百分之零点二啊 OK faith 你的信心 我们还要保留住我们的 hope 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要保留住我们的love 我们的爱 大爱 OK 所以remain in就表示你要留在这个里面 你要保留住你的信心 你的希望 你的大爱 stay close to jesus close to stay stay 比如说这个stay这个字很好用 hey stay with me 我一个人不敢待在这里 办公室现在十点半 我还没有加班完 你要跟我留在一起 我不敢一个人在这 我怕鬼 OK 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tay stay 你不要走哈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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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don't go stay stay 这个stay 就是这样用的哈 你不要走 我叫你留在这里 stay stay for me 是为我的缘故留下来 stay with me 是跟我一起留下来 跟我留在这里 不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啊 OK 我怕这个晚上的时候 会是有什么事情啊 stay 下面它是叫你留 下面它是叫你留什么呢 怎么留法呢 stay close to jesus 什么叫close to jesus 有没有人知道 close to 仅仅 仅仅 靠近 close to close to me right be close to me 米 靠近我一点 be close to me OK 以前台湾有一个 女明星拍了一个 撕袜的广告 撕袜的广告 他的确有一双 非常漂亮的美腿 然后他对着镜头说 你还可以再靠近我一点 他把一个腿 很美的腿 放在镜头前面 你还可以再靠近我一点 close to me close to close to me 就是怎么样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有没有 close to close to就是靠近什么什么东西 close to 好 stay close to jesus 我们要跟耶稣靠近 尽可能的跟耶稣靠近在一起 为什么要跟耶稣靠近在一起 为什么 跟他讲的这个上一句话 remain in faith hope and love 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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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th hope and love 跟jesus 有没有关系 有 这faith hope and love 就是我们的信 望爱 对不对 faith hope and love 他跟耶稣 有没有关系 神就是爱 right 他就是给你带来 信望爱的 是不是 耶稣就是给你带来 信望爱的 所以 你如果想要留在这个 保留你的信心 信望爱的话 你一定要靠近耶稣 一个人远离耶稣 会产生什么状况 远离耶稣会怎么样 你迷失 迷失 然后很容易就失去希望 很容易失去信心 很容易就不爱了 是不是 所以 这个人你也可以观察得出来 这个人如果一天到晚在你面前 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苦楚 很多的总是流泪 怎么样 你大概可以猜到 这个人有可能离耶稣已经有一点距离了 他如果整天是在基督里面 在耶稣 跟耶稣就在活在他的心里面的话 他是一个充满信望爱的人 他每天都是很开心 很快乐 他又平安 又喜乐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 他们很喜欢跟基督徒接近 哎呀 你们基督徒真好 每天都很开心 都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信 有望 有爱 faith hope and love that's the reason why 为什么你会这样 因为 because we stay close to jesus 因为我们都跟耶稣 靠得很近嘛 所以我们当然有信 望 爱了 right 好 Do not allow yourself 不要让你自己 怎么样 Grow bitter or angry Grow bitter or angry 什么叫做 bitter 什么叫 angry Bitter 苦毒 苦毒苦楚 好怒 right angry是什么 angry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angry 生气 生气 怒气 怒气啊 很生气 OK 所以 Do not allow 叫你千万不能做 不能让你自己 做到下面的事情 Do not allow yourself 不要让你自己 去做到什么 不要容许你自己 做到什么 Grow bitter or angry 不要让你自己 变得 这个Grow就是一个 变得怎么样 OK Grow bitter or angry 不要让你自己 变得有苦楚 很痛苦 也不要让你自己 变得愤怒 所以 痛苦跟愤怒 OK 这个苦涩 苦闷 或者是 这个 愤怒 这两个 其实是基督徒 很大的功课 OK 你的 你的信 忘 爱 是你生命里面 一直要保留的 信 忘 爱 Faith is hope Or abandon abandoned you he 指的是谁 这个he 指的是谁 he 指的是谁 he 感觉到被遗弃了 他抛弃你 他遗弃你了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 你是被 耶稣已经离开你了 或者他已经遗弃你了 所以 不要让你自己 有这些苦楚 或者痛苦 或者是有这些怒气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 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你 或者是已经遗弃你了 我们不要让耶稣 遗弃我们 我们也不要让耶稣 离开我们 所以前面的第一第二句话 是这个句子的重心 Remain in faith Hope and love Stay close to Jesus 我们一定要紧紧的 跟耶稣在一起 靠近耶稣 这样就不会让我的苦楚 然后痛苦 让我的这些怒气长出来 对不对 不会让我变得这样 然后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感觉得到 他已经离开你 他已经遗弃你 当你感觉到耶稣离开你 感觉到耶稣已经遗弃你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些东西了 Bitter angry 你就会开始变得有这个痛苦 你变得开始有这个怒气就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人过得那么辛苦 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不快乐 你要小心 Do you stay close to Jesus 你是不是紧紧的跟耶稣在一起呢 如果你没有跟耶稣在一起 你没有 Faith Hope And Love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你要求告 神啊 耶稣啊 求你回到我身边来 求你带给我 让我活在 希望 让我活在信心 还有爱之中 我要这个信望爱 你自己可以观察你自己 当你自己开始 Grow bitter Grow angry Ok 你开始有这个痛苦 你开始有这种怒气的时候 小心 这个时候有可能 耶稣离开你了 他遗弃你了 是不是 Ok 好 Remain in the world Prayer and Fellowship Remain in 这些都是留在什么里面 留在什么 你要把自己保留在这个状态里面 Remain in the world Word是什么 Word 谁的Word 谁的Word 神的Word Right 神的Word Ok Prayer 什么叫Prayer 祈祷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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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Fellowship 什么叫Fellowship 团契 团契里面 Ok 我们要保留在团契里面 要常常参与 参与这个Fellowship 拿了两册三册走了 你就瞎有命的上 你做核算是吗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要常常保留在团契里面 让自己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在团契里面 Fellowship Fellowship就是我们跟朋友 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这个叫Fellowship Keep doing the right thing Keep doing the right thing 是什么 Keep doing Keep doing 就是一直做这个事情 一直做 叫Keep doing Keep doing 你做得很好 老师看看你的功课 你做得很好 你功课写得很棒 Keep doing 老师给你一句话 Keep doing 什么意思 继续做 继续做 好好做 继续这样写 继续学习 Keep studying Keep doing Keep dancing 继续跳舞 Keep singing 继续唱歌 这都是Keep Keep Keep OK Keep 后面加一个ing 好 The right thing 继续做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常常 为什么要参加聚会 为什么常常要在团契里面 为什么要常常祷告 为什么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 这都是有道理在的 So keep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n't use God's silence As an excuse 好 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 Use as an excuse 用它作为一个借口 我们人是不是常干这种事情 用什么作为一个借口 今天比如说老师刚好请病假 没有来 啊我太高兴了 我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借口 那我功课就不用教了 我下礼拜再说 Use as an excuse 今天我一出门看到下雨了 我不去上学了 Use the rain as an excuse 我用这个雨当成一个借口 我就不去学校了 今天刚好门口的这个路 在修马路 我就用这个修马路 作为一个借口 我就 我就迟到 我就 或者是我根本不去学校了 OK好 As an excuse to get lazy 谁知道什么叫lazy 什么叫lazy 懒惰 懒惰 OK 不要用这个作为一个懒惰的借口 As an excuse to get lazy 不要用什么作为懒惰的借口啊 God's silence God's silence 不要用上帝的沉默 上帝没有给答案 你就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借口 作为你懒惰的借口 OK 这个事情上帝还没给我答案呢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就懒惰了 我也不求 我也不祷告 我也不什么东西 这是不对的 OK 你还是要亲近神 亲近上帝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把你自己还是持续的听上帝的话 然后要做祷告 要再参加团契 fellowship 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在信仰上 这些都是你的根基 OK好 Don't use God's silence as an excuse to get lazy 不要用上帝的沉默 就让他来作为一个你懒惰的借口啊 让你变成懒惰的借口 好 他下面叫你 exercise exercise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exercise 什么叫exercise 练习 练习 做 要做 要做 就像你做 做体操 做 做 做运动一样 exercise 你要做起来 做什么呢 操练什么呢 your spiritual faith muscles 哇 这句话是非常形象的话讲 他要你exercise 你的肌肉啊 muscles 注意这个 m-u-s-c-l-e-s muscles 那个c 是不发音的 c不发音 你就当没看见 muscles muscles是你的肌肉 ok 锻炼 锻炼你的肌肉 exercise your muscles 你要马上运动啊 运动你的肌肉啊 我们体能上 有没有 来 我们大家一起到操场去 我们来锻炼我们的肌肉 exercise your muscles 好 这里啊 它是一个比喻 什么肌肉呢 你有一个spiritual faith 的muscle 什么叫做spiritual faith muscle 属灵的信心 属灵信心的肌肉 这属灵的信心也是像肌肉一样 需要锻炼 今天不用 明天不用 后天就没有 就没有信心了 灵里面你就 就微弱了 你就弱下来了 你就软弱了 所以这个叫 spiritual faith muscles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句子 exercise exercise your spiritual faith muscles 你要锻炼啊 你要来用起来 要开始操练啊 锻炼你的属灵信心的肌肉 它跟你的肌肉是一模一样的 你的属灵的信心 不是你3月1号 我有信心了 好了 以后就不用再锻炼了 不是这样子 属灵的这个肌肉 是要常常锻炼 越电 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越用 越好 有没有 我们英语也是一样 我们多练习 就多开口讲 我们就英语讲得更好 所以我们属灵的这个肌肉 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就像一个肌肉一样 真的是肌肉 你的属灵信心的肌肉 你要多操练 你多用 多靠近神 他前面告诉你 你要信忘爱 对吧 你要注意你的信忘爱 然后你要跟什么 你要跟耶稣在一起 Stay close to Jesus OK 你不要让你变懒散啊 OK 你要继续做对的事情啊 你不要让你自己 不要让你自己怎么样 有那些痛苦啦 或者是这些怒气啊 都不要有这种情况的啊 因为你会感觉到 有这种情况出来 就是你怎么样 耶稣离开你了 是不是遗弃你了 所以你千万不能这个样子 属灵的肌肉 我们要锻炼起来 Exercise your spiritual faith muscles OK 好 这个很重要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到这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谁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Remain这个部分 很丰富 讲到的 真的是很 很具象的 讲到 就是我们的属灵的 这个信心的肌肉 也是要锻炼起来的 要常常保持 你的信望 爱 你的信心 你的希望 还有你的爱 Stay close to Jesus 你要常常的靠近耶稣 OK 好 有没有问题 看小现在后面还有 OK好 一定要还有一段 OK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都没有问题 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没有问题啊 OK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群里面提出来 你可以来提出来来讨论 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来结束 OK好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啊 今天在这里一起分享啊 这篇文章 神啊 我们真的是学到 信望爱 有多么重要 我们学到 我们要常常亲近耶稣 不要让自己 活在恩典里面 神啊 我们不能让自己有苦楚 有怒气 神啊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不喜悦这些 因为这样你会离开我们 你会遗弃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 让我们自己 在一种喜乐的状态里面 我们要常常亲近你 读你的话语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 我们要持续的做对的事情 我们要来锻炼我们的灵里面 信心的肌肉 神啊 他就跟任何 我们身上任何一种肌肉一样 他都需要 我们的信心是需要操练的 我们的灵里的信心 一定需要操练 我们透过很多的人 我们的家里面的人 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周遭的同事 我们认识的朋友 基督徒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操练 因为我们要在团契里面生活 我们要在团契里面 一起来祷告 感谢神 今天把这样的话语带给我们 让我们明白 信心操练的重要性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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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天老师 辛苦了 会不会 大家辛苦了 大家比较辛苦 多多 谢谢 谢谢 OK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njoy 好 那我们明天可以继续 谢谢大家 Thank you Milli 我